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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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朕再去读些书 考教你一下 臣也想草之书皇上一次 你还真是一句话都不掉地上啊 谢皇上夸奖 相爷 您是又出来迟了 刚才给那几个羡慕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您慢点 来 半把豆烧了 好 走吧 走吧 去琉璃茶 去哪儿 相爷 把门关上 叫人都出去 手里的活都停一下 你们先回去吧 今天就不开张了 你们先回去吧 出去借着把门给我关上啊 好嘞 来 来 我给你沏杯茶 相爷 您说 我怎么伺候您 你去帮我找 明徐光喜的几何原本 九章算术 三国流辉 海岛算经 张秋剑算经 唐王孝通 几股算经 好 相爷 这九章算术 几何原本 这都是现成的 剩下几本 我得现找 相爷 您这书是越来越古怪 也没个准朴 这天上一下地下一下的 您看 这懂算学的人 我一个也不认识 您这让我 我这儿还真有一本海岛算经啊 您看看 这还是永乐本朝的善本 这一本得换一套宅子吧 下颜 您这天天跟皇上在一块的人 您说这皇上天天中午吃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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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跪着 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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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伊丽 太皇太后不是说要用膳吗 太皇太后饿着肚子呢 大家都在等您 你怎么不早说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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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来用膳 多不容易啊 我等得肚子都饿了 你倒好 去打不酷了 我这忘得干干净净了 快坐 你们要饿了 别等我呀 笑什么呢 刚才啊 皇后说了个笑话 她自己没乐 出去接你了 我坐在这儿啊 越想越乐 是吗 皇后还会说笑话呢 那再讲一遍 我是听家里人讲的 说有个人姓佛 有天晚上跑到山里 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 说要舍身喂蚊子 皇上 你到她的心成也不成 喂蚊子厉害了啊 连观世音菩萨都感动了 决定考验考验她 菩萨变成了一只虎 结果那人 看见老虎掉头就跑 口里喊道 我可请不起这样的大客人 还真是没想到 皇后真的会讲笑话啊 还挺好笑 吃 我可请不起你这样的大客人 朕下午还有一些公事 晚上再到昆宁宫去看你 我可请不起你这样的大客人 你看看 真尴尬 你们都疯了 使劲 摔我 摔 半腿 快 半我的腿 使劲 来 再来 来 继续 摔 皇上 皇后侍寝 请 那个叫人 我娘 你让地儿 让地儿 给我 这儿 你放这儿 我把我拿走 你把我拿走 那你放在家中 你把我拿走 都桑场了 你就放这个 把我拿走 是的 よし 你过了 这儿 能好好好 好好念诗啊 你要念不好 把那个链拉上 你要诗念不好 今天你就别睡了 来 念诗 什么诗啊 你随便念 江南 江南可采莲 如夜河甜甜 于夕连夜间 于夕连夜东 于夕连夜夕 这招是新鲜啊 这哪儿学的 禀皇上 禀皇上 这招是 奴才在河北老家 请的师父教的 教占衣十八爹 你说你这个 手腕这么一压 朕整个臂肘子就软了 来 赶紧交给这 好好好 来 这怎么弄 来 这样 这样 皇上 不过来 皇后病重 皇后 皇后 皇上来了 我没力气磕头 皇上 我刚才梦见阿玛来接我了 我要死了 你好好僵养 那么年轻 你死不了的 我很高兴 很高兴 这屋子里有多少块啊 我都输过 我不要一直输到老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了皇上 让皇上这么厌恶我 比我做妃子的时候还要多几分 皇上 皇上 你告诉我 将来我见了阿玛 我 我知道 我知道怎么通他见 皇上 婷子 婷子 阿玛 庄 里面 倍速 安玛 有 您会误歇着吧 阿嬷 皇后这么年轻 谁能想到她气性这么大 都是我不好 她这么年轻 她不该死 阿嬷您也知道 平三番的时候那么紧张 我是日夜不合眼的邓军报 我是真的没有时间顾得上 皇后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过 她说她很高兴 你知道她高兴什么 那她在这个地方住着 谁能过好日子 您看着吧 我再也不离皇后了 她一定要寒洩 不离就不离 好 我太重了 他没见到 ош上 行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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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说 八百里紧急军报 云南来的 京师九成多药性 年满六十的老人 赏肉半斤 酒一斤 这 已经修制的官员 再京师的 明天全部到正阳门前庆贺 不再京师的 由各都府组织百宴庆贺 赏沙袍一剑 羊帽一顶 这 赏 宫里所有的宫女 年满十六的 全部放出去嫁人 顺天府所有清犯 一律赦免 今年的秋决 推迟到明年 赏 朕先到黄吉殿祭祖 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敬贺 赏 太皇太后 三番平了 三番平了 真的吗 要不是这样的喜事 我哪敢把您叫醒啊 三番平了 皇上已经去黄吉殿 祭拜去了 三番平了 我去见他 我去见他 来 都怪我 太医不是说了吗 您醒了 要做一炷香的功夫 再站起来走路 没那回事 我是觉得呀 肩上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一走路 都要飞起来了 这几年的仗 总算打完了 没行事了 皇上不用总是哀声叹气 你也不用老是整夜整夜 睡不着觉了 后面的好日子 还长着呢 恭喜太皇太后 扶我一把 扶我一把 我的腿 怎么挪不动了 您真是还没睡醒呢 别捡好听的说 老了就是老了 过去呀 心里都是三番的事 根本没自己 你看 这事过去了 就这样了 大概老天爷 让我做的事啊 差不多做完了 三番 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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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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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好啊 是不yon吗 走啊 走啊 我扶你 我扶你 你登基的时候就是这个大殿 进去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过来的 现如今你都长这么大了 阿姆 我记着呢 那个时候您把我抱到这个门口 您说您不进去了 我一个人往里走的时候 还有点害怕 我对得起你们家了 总算能这么说了 阿姆 这些年您受苦了 我知道自己太冒失了 冒失吗 也没什么 这仗打赢了是国运在 你要感谢的不是我 是吴三桂 没有他这几年排山倒海的压力 你怎么能长大呢 我今天跪在这儿等你 就是这句话 阿姆您说的话 孙儿记住了 你怎么说的话 这些仗打赢了 我今天就会对你来的 你去哪儿是国运在这儿 两句话编得好 江山一统是朕的心愿 春秋如意嘛 也把朕看得太高了 但是呢 这都是诸位的心意 都请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七彩辛苦 平三藩这些年 皇上实不甘位 寝不安息 终于江山大定 奴才铁为首府 今代表百官 恭贺皇上 这礼部拟了个封号 还望皇上安准 什么封号啊 圣闻神武康熙大皇帝 自己夸自己 圣明也太没意思了 但是 你的心还是好的 皇上奴才想 三藩战火波及之地 尚有不服王化的跳梁小丑 要好好清洗一番 使其成为我大清朝的天同江山 这一文一武啊 都很是地方 明日朕要在正阳门 接受百官朝贺 这篇文章啊 倒是要写得花团起醋 高士奇 臣在 臣在 就骗老你了 臣 请笔墨 你这是要学李太白呀 要不要朕给你找个养鬼妃呀 皇上说笑话 笔墨伺候 三藩瓶 西南宁 这一句堪比 鹅庞功夫的 鼠山雾 鹅庞初啊 好 高香村真好文章 好啊 好啊 吾省烟臣 七载荡平 江山未尽 何敢 成功 东有台湾 离心离德 饶我海疆 于金鹤日 登金华之城而廖远 四面风烟缭绕 八方画脚悲凉 此城内忧外患 危急存亡之秋 愿我大清臣民 思时思事 万不可有怠惰之心 朕 非守城之主 何须于美之臣 此心 民心同念 此身 与江山同安 中文 吉他 成功 吉他 我看你 來吧, 對了 來吧, 天啊 來吧, 不會 來吧, 來吧, 去吧 先進去,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來吧, 來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你 后腿拉开 别收着 精气神提到一触 身上别紧 不要用手摄 用心摄 等你揣摩好了 天地之间 就剩下你和靶子 你的手就是箭 手指一挥 才能百发百中 阿玛 这一箭就让我摄了吧 无说 站好了 没描到半年 一箭都不准射 你当这是玩意儿啊 这真要是上了战场 一箭有一箭的用处 养成了乱射的习惯 你这一辈子 也当不了神剑手 阿玛威武 练成阿玛这个样子 至少得有五年的功夫 你现在连箭都端不稳 上了马就更不行了 冷箱停毯 正 你接着瞄 好 皇上 奴才替太子爷搞个价 这战了这么半天了 也实在是够难受的了 这算什么 朕小子又学射箭 一战一天 回去以后膀子都肿了 他小时候不吃点苦 长大之后 没人敢给他苦吃 真到事上 成了个大废物 那不是爱之事足以害之吗 这儿 禀皇上指引 奴才们将攻打台湾一事 在百官之中放出风去 反对的人多 赞成的人少 无非就是说 国力不济 还有那个说黄老之道 什么一动不如一静 朕想静 但他们不静 频频骚扰海江 怎么办 你们猜猜 凭了三藩谁最高兴 谁啊 大将军师郎啊 我来的时候碰到那个报恩寺的官员 人家跟我说三藩平了之后 狮郎大醉了三天 在院子里是又蹦又跳 还拿闽南话唱歌 吵得街坊四邻啊击匪狗跳 朕不见他 他倒是挺勤勉 每天站班 这杏子磨得差不多了 就能用了 是 要不然每天口口声声 喊着要为全家报仇 哪敢把军队交给他带呀 这事你们别告诉他 八旗贵胄那帮老家伙 还有什么口风出来 奴才 奴才倒是听说 他们倒是觉得 留着台湾也是个好事 谁说的 奴才不能因人肺炎 皇上只是让奴才去忘风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党同伐异 那以后谁还敢说实话呢 说这话的人不绝无数 祖宗土地 不可一顺让人 朕现在说的是什么时候打 没必要讨论该不该打 朕现在想知道你们的意见 太子 太子 别动他 让他自己起来 这点苦都受不了 拿什么担大型的江山 我告诉你 站不到太阳落身 你今天就别想起来 你们谁敢替他说情 破道宗人府 活活打死 启禀皇上 奴才们已经商议好了 就是不拿俸禄 也要带领着家农上阵杀敌 一定要把台湾岛收复回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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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们上阵杀敌 奉禄也会接着给 你这么一说 朕都不好意思了 皇上历经图治 毫不懈怠啊 还有奴才们还敢说什么呀 自从知道皇上有打台湾的意思 奴才是吃不下睡不着 奴才管着兵部 好歹要替皇上想个主意出来 不让皇上操心不是 今天听了皇上的话 原来早有定见 胜算在凶 奴才们还有什么顾虑呢 你是说不管打胜打败 都是朕的责任 八旗禁旅 头一刀打海战 台湾又太远了 大臣们有窃战之心 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还算句话 来 这世上啊 不管这事有多难 只要下决心去解决 那就不难 但如果一直搁在这儿 这一辈子都解决不了 八旗没有水军可以练 不会打海战 咱们可以请人交吗 朕留着这个狮郎 就是想现在用 皇上 皇上 臣有个余见 能让皇上既打了台湾 还让百官说不了什么 别卖关子 坐下说 谢皇上 再过两个月 就是皇上的寿臣 皇上可以借着 平三番这等大事 赵百官进京赴宴 借着收复国土的大宴上 您把收复台湾这个事 顺嘴这么一提 敲钉转角的 他就把这事办了 到时候谁敢说个不字啊 这哪儿行啊 这不是朕跟百官玩心机吗 皇上 皇上既然主意已定 百官隐从 大家一起做事 那总得有个奇招不是 要是一个一个 都跟他们掰扯清楚了 时间真的耗不起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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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得有道理 练水军这事啊 一课也不能耽搁 你们马上就着手绝办 把场面做大 还有啊 这个 加封号的事 那就免了吧 夸自己盛名 实在无聊 是 喳 等打下台湾 要优待郑氏子孙 喳 你当了 我给你写了两份 身上的钥匙丢了 那箱子里啊 有本杜少灵师级 还加着一份 知道了 难为你如此细心 能不细心吗 可京城里的大佬啊 都盯着咱们呢 各省的督府都大 给皇上铺寿 少磕一个头 麻烦就大了 我知道这回你去世为难 可何图虎事情多 我也走不开 你先打个前站 我随后压着礼物上来 行了 你都快成我老娘了 每天朝夕相处呢 你这一走 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 咱们转眼就见了 弄得跟长廷送别一样 我倒不落人了 回吧 好 照顾好二爷 到京城别闯祸 放心吧 大王爷 不是我小虎吹 二爷走江湖啊 还真不能为我 各位都瞧好了 虽然小虎我是第一次进京 但是断不会丢了 咱们何都府的脸 二爷掉一根头发 都落在我小虎身上 走了 驾 好了 保重 好 奴才明珠 攻赢卫兴典之旅 回娘娘回府省亲 娘娘说了她受礼了 都平身吧 府中叙化 这 舅舅 大哥 别来无恙啊 都是一家人 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走 来 既然换我 我和你都讲好 我不能说 过父 dri子 再见 优优独播 父 拍子 极了 板 来 这 我们上来的 我们上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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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在基督山修炼 那这人至少得四百多岁了 哪来的骗子呀 你也信 他每天晚上修炼 我亲眼见过他 是吧 灵验非常 我接见了 对那观看 对那 是 我也在生什么 等等 我是 跟你说 吧 你 有什么 是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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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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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